前几日,在美国的蓝蓝蜜血练营中,看似已经握手言和,的杜威二少又爆发了冲突,好在有波波维奇在场及时制止,避免了冲突发展,而此次杜兰特的脚引起了球迷的关注。 网友纷纷评论,这是引人的脚吧,杜兰特与维少,曾经是亲密无间的战友,两个人的友情,也曾经对球迷嘖嘖称赞,但就在杜兰特决定离开雷霆家忙勇士时,维少就对此十分不满,随后两个人的友谊也宣告破裂,不少球迷也都因此对杜兰特分转路,甚至分转黑,但如今时过境先,经过两年的沉淀, 两个人的关系也缓和了不少,两人在全明星赛上有了破冰之时,更衣之内两人亲密的谈话似乎也已经事前前,但如今又在起冲突,也说明了两人之间还是存在隔阂。 本次迷你训练营中流出了许多照片,其中有一张杜兰特的照片,引起了网友的热议,而这张照片中最大的亮点,就是杜兰特游戏又长的大脚,让网友们十分惊讶,这是引人的脚吧? 一旁欧文的脚与杜兰特相比,像是小学生的脚一样,一般对NBA球员体型都远超常人,按照正常的比例来看,他们的大脚也是常人无法想象的,拥有这样一双大脚才能支撑他们的体重,也才能够立足于NBA,而杜兰特作为联盟最强的分手。 这一双大脚,也是他能在联盟大厦四风的重要支撑,杜兰特身高2米11,持有2米28的精人臂展,明明适中,风的身高却还能拥有娴熟的控球技术,还有中锋不具有的速度,这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他的一双大脚。 但他的脚过于戏场,脚掌偏瘦,脚背基本上没有肉,以至于杜兰特经常会在球场上掉鞋,曾经就有一次掉鞋后,面对对方快速的防守反击,还能光着脚盖吗? 杜兰特加盟勇士后已经帮助勇士,夺下了两座总冠军奖杯,开启了真正的勇士王朝,而勇士今年夏天又得到了全明星中风陶天思, 也许他们还能统治联盟好几年,而此前有媒体传言杜兰特拿了冠军会回到雷萍,但是看到他与雷少的关系,估计是不可能实现了。